夏天吃生鱼片很消暑 还要告诉大家现在价格也很佛心 这屏东后壁湖渔港的生鱼片 40片只要200元 吸引不少老涛特地冲去品尝 而现在东港华侨市场的业者也不甘示弱 原本这生鱼片套餐700块 里头有14片生鱼片 三只天使田虾 再加上两颗大干贝 现在只卖288 消费者是说真的是吃到振到 还有这高雄业者更狂 推出万元海鲜一元竞标 从冷冬柜拿出新鲜直送的生鱼片 三种鱼切片后放入盘内 这盘生鱼片套餐 14片生鱼片包括黄旗尾 挪威进口的现牢鲑鱼 其鱼 加上三只天使红虾跟两颗大干贝 原家要700元 现在只要点餐加点 一份下沙288元 业者大方回馈顾客 也要来PK知名的后壁壶生鱼片 华侨市场的拼盘走进制路线 不到300块就吃得到三种高档料理 跟后壁壶40片 五种鱼生鱼片 只要200元的相比 一点都不逊色 同样是超纸海鲜 在高雄这间日式料理店 则是推出万元海鲜1元竞标 市价1万2的超大帝王蟹 最后这位先生以5000元不到半价就得标 恭喜我们这位帅哥老板 恭喜 5000元得标帝王蟹两公斤一只 有想过说用那么便宜的价格 我会买到这个 没有 所以第一次 那晚上怎么庆祝 你们都已经约好了 另一位则是花3500 就标下两只1.5斤的大龙虾 而且现场就请店家料理 帝王蟹以水煮品尝它的鲜味 龙虾则是制作生鱼片及火锅 为了促进餐饮市场回温 业者大手笔 让老涛省荷包相口服 记者林安平 叶红荣 屏东高雄综合报道 友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